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閒聊沖一杯咖啡的時間 今天除了學長之外呢 我還特別邀請了一個學長的學妹 是真的學妹 已經讀書時代的學妹 她叫童童 大家好 我是童童 所以我們今天那個閒聊時間有兩個人 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天 好 那今天呢 我們今天沖組的部分要我跟童童兩個人接力 所以今天童童無論前半段沖什麼呢 反正總是學長後半段一定會把他救好喝 OK齁 我們來先秤豆子吧 OK 好 那我們今天邊秤豆子邊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童童最近也開始學咖啡了對不對 對啊 我最近就是前兩個月吧 開始上學長的課 然後咧 然後 收我很多 就是因為以前都不懂嘛 然後以前從還沒沖過咖啡 就去咖啡廳就點拿鐵這樣子 很好 我們標準 我最愛這種學生 對 然後 然後第一次 就第一次接觸嘛 那我覺得就跟了一個很好的老師 反正以前都沒有我接觸 就我學長教什麼我就跟著做 聽話照做 白子我最愛了 其實白子真的比較 學起來很好學啦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是那個已經有那個 有一點點基礎 有時候那個習慣還蠻難改變的 所以如果各位要去學手沖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把你那個 層劍最好拋掉 不然不好學 建議大家第一次上課就先上 直接來上學那種課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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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就是大家自己那個就好了 自己如果有機會上課的話 可以盡量把層劍拋掉 這樣子學起來會蠻快 我們今天沖什麼 看一下 我們今天沖水洗的古蹟 OK 然後今天蕾蕾 不是蕾蕾 蕾蕾是另外一個同學 對不起 童童啊 教授名字要喝三杯 教授同學我喝十杯都可以 OK好 剛開始給你沖吧 OK 然後我們邊沖 我會邊問童童一些問題 好 裝水 好 那今天要沖什麼手法 今天就燜蒸 然後中心注水加挖沙 但是中心注水跟 我就沖到哪 我沖到哪邊 我沖到中心注水後面挖沙給你挖 好 OK 好 我們就接力 如果各位有沒有手沖接力過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OK 好 好 那 所以你覺得學的手沖咖啡 覺得最近感覺如何 我要考驗你就是邊沖邊聊 呵呵呵 好 這是我第一次邊沖邊聊 OK 好 喔唷 果然邊沖邊聊就不是很正常齁 對 中間悶蒸不是很夠齁 反正有學長會救嗎 對 我會救你 感覺出來那個 悶蒸狀化不怎麼樣 沒有啦 就有一點點中間有點悶蒸沒有 很均勻 OK 說沒關係 應該看起來膨脹狀況是OK 好 繼續吧 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悶 最近學咖啡的感覺如何 最近就是 因為剛學嘛 所以就是非常熱忱 然後就會買很多豆子在家裡 每天每天試 對 然後就會 就會逼我爸媽喝這樣 呵呵呵呵 很好很好 大家都會這樣 做麵包也是這樣 我都是逼家人吃 我要沖 接下來囉 中間柱子 好 你沖 好 我還是不要比得好 讓他把中間柱子沖完 剛才說到那個 學什麼東西都很熱忱嘛 對 就會逼我爸爸媽媽喝 然後很好笑的就是 我爸爸都喝不出來 就是我不管沖什麼豆子 用什麼手法 他都說太淡了 呵呵呵 對 他平常是喝多濃就對了 他平常就是喝那種 就是 因為我們家有摩卡糊 他平常都會用摩卡糊煮 然後加牛奶這樣子 OK 沖完了 沖完了 好 換我們繼續講 OK 好 我們換手 對 所以就是 反正沖什麼 他就覺得太淡了 然後 我就算用點滴啊 然後沖那種 就是淺中的 的咖啡 他都覺得很淡這樣子 點滴還淡 點滴還淡 對 所以我後來就 你就可能只能沖一筆八給他喝囉 我就跟他說 你還是回去喝你的 喝摩卡糊煮 對 爸爸就很受傷 對 爸爸就說 就是 就算我喝不出來 你沖了還是要給我喝 不能只給你媽媽喝這樣子 對 但是跟家人溝通應該還是 一個過程啦 對 還是蠻好玩的啊 對啊 但是反正就是 給他們觀念 因為他們以前都是去那種大賣場買那種什麼 UCC之類的那種咖啡 有時候放蠻久的 對啊 我看他們都是 就是拿到都是 保存期間都是半年以上 然後 就是 豆子的程度就是半年以上 然後拿到都是 已經放了兩個月了 三個月了 對對對 有點可怕 對對對 其實如果各位 開始喝精品咖啡的時候 就會發覺以前 喝大賣場的豆子有點可怕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大賣場的磨豆機 沒有 沒看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看 如果你們去那個大賣場 他們如果有附那種 可以磨豆子的磨豆機 你說像Costco那種大台的 對 大台的磨豆機 然後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話 你會發覺說 哇靠 在那邊可以喝到各式各樣的味道 因為那個磨豆機呢 不會有人親的 然後你前一個人磨什麼豆子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會呈現出一種 你完全 如果你用那台磨豆機 摸你家的豆子的話 你上一把是什麼東西 就完全混到你的豆子裡面 形成一種交叉傳染的一種狀況 所以我如果要用大賣場的豆子磨豆的話 我最好就是先拿一點 我買了這個豆子 先去讓它洗過一遍 你一定要洗 而且可能要洗不少的量 因為那種機器都比較大台 它不是那種小型的機器 就是大台機器 所以那種大台機器 你一定要用比較多的豆子去磨 而且你最好有個毛刷 就可以把那個粗粉口都先清乾淨 不然的話你勢必會混到你前一把豆子 而且如果你前一把豆子不好就算了 它可能前一個人磨了 已經超過了一個小時 就等於說外面那個剩下的粉紮 就是已經氧化一小時了 所以你東西就會很難喝 難喝加上難喝 所以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為什麼大賣場的豆子其實陷阱重重 所以大賣場就是不要去大賣場買 要很小心 對 OK 好 最好如果你去大賣場買也沒關係 但至少可以自己磨是最好 如果一定要大賣場的豆子的話 就順便買一隻毛刷 買一隻烤肉刷 那個賣場就是請你去清那個咖啡機 先自己清一清 然後丟一個5克10克豆子磨乾淨 可能會好一點 反正大賣場的豆子也沒有很貴 一般都比較便宜 但是就是相對的 所以其實你跟長輩溝通也是蠻好玩的 那你現在有喝一喝 有覺得家裡的人比較接受精品咖啡嗎 有耶 我媽媽其實一直都可以接受 因為他有一群就是 貴婦朋友們 對 貴婦朋友 我最喜歡貴婦朋友們 貴婦朋友們其實有時候也是 有些貴婦真的是平衛的真的是不錯 可能他們比較有時間去研究這些東西對不對 所以貴婦朋友們 對 然後他們就是會 因為我們媽媽會爬山 然後那些朋友們他們就會一起去爬山 然後爬山他們就會 就是阿姨就會帶器材去 這山上衝喔 這山上衝 很有趣 這麼浪漫喔 哇 不是普通的咖啡愛好者 對 是很顯白的咖啡愛好者 真的很認真耶 對對對 然後所以就是我媽媽說 她其實喝得出來一點 所以我每次早上衝 我媽媽都會說 她覺得這個不錯這樣子 她還喝得出來水洗跟日曬的差別 我覺得蠻厲害的 已經不錯了耶 這個舌頭 光喝就可以感覺到 對對對 她就說 她每次都說就是 她喝得出來水洗的豆子比較乾淨 然後日曬的豆子有一種就是那種 她說那是豆腐乳味 發酵感 對發酵感 發酵感 其實已經有個八九不離十了 對 不錯 叫你爸跟你媽學一下 我爸 我爸 我媽跟我都已經放棄他了 不要不要不要 給他一點空間 留一口給他喝 爸爸要哭了這樣 對啊 爸爸要哭了 其實有時候真的家裡面爸爸一般的時候舌頭比較木耶 很多都蠻木的耶 對 但是跟你講喔 這種一家之族 當他就是領會到手送咖啡的有趣之處的時候 他就開始瘋狂玩這個東西 很多男生都是這樣 以前對精明咖啡一瀉不 一瀉 不顧一瀉 不顧一瀉 後來突然我不知道哪個朋友跟他炫耀一些 他突然發現說 哇靠 這東西好像很帥耶 所以我還是會培養他一下 對 你三不五時讓他自己沖 OK 你騙他自己沖 他突然覺得 我哪有你就誇獎他說他沖得超好 他可能有一天就被奶跟筋就沖了 然後以後你就不用沖了 明天來試一下 對 就這樣拐騙他 他說不定就很開心 希望他沒看我們的頻道 我等一下就是 把這個推送 關掉 藏起來不要給他 對 OK 你今天喝了怎麼樣 還沒喝對不對 忙著講話 喝到什麼味道 每次都這個很難對不對 對 我最不會就是 描述風味 那把豆帶給我 不要 你的問題跟大家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才喝兩個月嘛 真正 認真喝才兩個月嘛 兩個月其實本來就 喝不出很多味道是很正常的 好你要放棄了嗎 我覺得有一點點茶感 茶感 有嗎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是小紅莓 入口色的那種小紅莓果汁 的那個紅莓調 然後有一點點玫瑰花 玫瑰水的味道 玫瑰水比較難 玫瑰水沒喝出來 但是小紅莓你講了就好像有 好像有一點 其實就是金皮咖啡也是這樣子好玩 跟好朋友一起喝 就有些人會進度比較快 有些人進度比較慢 那就是進度快的呢 就催眠一下那個進度慢的 但是這個也不是壞事啦 就大家分享 然後如果你對照到了 你就覺得很興奮 然後可能有一天 你下次再喝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你好像真的喝得到了 就是這樣子練風味的 所以剛開始喝咖啡就是這樣 所以最好連爸媽一起來 你就當那個拐騙他們的人 你先多喝一點 我就反正每一杯我就跟他說 有沒有喝到小紅莓的味道 不能這樣 就是你要真的喝到 或是你不是很確定 你可以用疑問句 你有沒有喝到什麼 盧瑰瑰我覺得真的有 對不對 你也學到了 他也學到了 就很好 這就是 其實跟家人一起喝 跟朋友一起喝 都是很好的一件事 反正就是尋找他的味道 是一個樂趣 對 他每個人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對呀感官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不用太過於標準化 但是呢這個 分享過程中還是好玩的 你看你的前段中心注水 還是做得不錯的 就是悶蒸的時候 香氣才覺得少了一點 可以再悶得更好一點 第一次錄YouTube嗎 不是 第一次錄YouTube 沒有不是 以前錄過 常常錄很多 OK 好 那今天很開心 和彤彤跟大家聊了一下 關於精品咖啡 對我們生活帶來一些 定點滴滴 那跟家人一起沖咖啡 也是非常開心的 OK 好 那彤彤跟大家說兩句話吧 我們要結束節目了 算了 謝謝大家 我們結束節目了 謝謝彤彤 OK 大家掰掰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